261集 成高就苦笑着长叹了口气的 从前我很佩服向清 觉得他虽然早年尸骨 却心态平和 攻克勤奋 是个做大事的人 所以看到他对你很好 觉得这样也不错 谁知道我却看走了眼 他变卖家资 贿赂学府 我能理解 可他抛弃生母 我实在是没办法想象 周绍锦安慰他的 高表哥是纯孝之人 自然是不能理解 他的这种一官禽兽之举了 成高还是有点难过告诉他 他母亲毕竟是做了多年太太的 在安堂里待了几个月就待不下去了 来家里 求家中的长辈好几次 想九如相救济他度日 几房的长辈都没有理睬他 只派了管事的妈妈出面打发了他几两银子 听说他回娘家住了几天 就被他几个侄儿媳妇赶了出来 银子被几个侄儿媳妇 轰着拿出来贴补了侄儿们 只好又回了安堂 而家中的长辈已经决定将成禄驱逐出族了 我来之前已经寄告了祖宗 此时应该已到官府报备了 和前世一样 岂时不知道这一世 成禄还会不会遇到那个 把女儿嫁给他 还帮着他自立门户的恩人了 周少景感叹了一句也就过去了 他领了成告去看光阁 周初锦还是不能见风 乳娘把孩子抱出来给他看 白白胖胖的孩子让成告爱不释手 让同样来看光阁的周又锦急得团团的转 高九九 高九九 我也要看 我也要看 大家都笑了起来 周少景告诉他 这个是表哥 周又锦不解的望着成告就是不叫 成告笑得不行 摸了摸他的头 把孩子放在了炕上 周又锦就蹲在一旁 眼睛也不眨的望着光阁 还告诉成告 你不能戳他的脸 他会很痛的 成告笑得不行道 这是昨天你母亲说你的话吧 周又锦不懂他在说什么 睁着大眼睛茫然的望着他 把成告稀罕得不得了 抱了周又锦对周少锦道 你这个小妹妹真是有意思 周少锦颇有些无奈的道 太太呀一直告诉他让他说话 可是他就是不说话 没想到啊 他呀一看到光阁就开始说话了 而且说的时候都是一句一句的 把我们大家都给吓了一大跳呢 成告回忆道 你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们那个时候还以为你是养的呢 把祖母担心的几天几夜都没有睡好 周少锦直笑 乳娘把孩子抱回了内室 周又锦也跟着去了内室 周少锦送成告出了正房 迎面碰上了得了信 匆匆赶回来的廖少唐 廖少唐热情地拉了成告去喝酒 周少锦为他们准备了膳食 晚上他听到城池回京的消息 以城池说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月 走出紧笑盈盈地猜到 难道是为了赶回来 给我们家的棺杆做满月吗 周少锦确实不觉笑道 也许呀 是外面的事办妥了吧 周出紧笑道 也有可能 不管怎么样啊 我们得去拜访拜访持舅舅才是的 不过我还在月子里头 不方便出门 还是你呀 带着我们跑一趟好了 等我出了月子 我再去给持舅舅道谢也不迟的 周少锦就朝着鱼茬胡同投了帖子 那边很快就有了回音 请他第二天去做客 天气渐渐回暖 周少锦仔细地挑了一件 藕合色素面杭筹家敖 绿油色的 像着尺宽宝像花篮边的马面裙子 在腰间追了一块 大红色的玛瑙石葡萄进步 乌黑的头发挽在了脑后 带了一顶金香玉的花关 坐着轿子去了鱼茬胡同 一路上他都撩了轿帘 打量着去鱼茬胡同的路 鱼茬胡同离鱼树胡同真的很近 两个胡同不过隔着一个大道 坐轿子只要一炷香的功夫 和鱼茬胡同廖少堂和周少锦住的地方一样 城池在鱼茬胡同的宅子也只是一栋一进的小院 进门是叼着大大道福字的青石仪字隐蔽 地上青一色的铺着水墨砖 锤花门前种着两株桂树 粉白的墙 大红的落地柱子 绿色的纱窗 院子中间搭着葡萄架 下面是十凳十椅 旁边还有一个青花瓷的大鱼缸 不用看也知道里面养着几尾金鱼 朱少锦不由地撇嘴 石舅舅那么讲究的一个人 怎么对自己住的地方就这么的不上心呢 难道这里只是他临时的落脚地方吗 来迎他的是淮山 还有些不安的道 二小姐啊 四爷原来等着您来的 没想到宋老太爷突然过来了 正拉着四爷在书房里看什么水文图 只有劳烦您先在宴席室等等了 周少锦不以为意 在去普陀山的船上 他就知道城池和宋老太爷 对这些事是如何的痴迷了 他笑着跟淮山去了宴席室 淮山亲自给他蒸了一杯茶 周少锦打量着宴席室 林冲的大炕黑气的家具 多宝格子上错落的摆放着几件赏品 看上去中规中矩了无新意 或者是感觉到了周少锦的嫌弃 怀山倒 四爷原来在朝阳门那边买了个宅子的 四季五阔 原是浙江盐运石 史大人的宅邸 四爷还特意让人休闪了一番 狠花了些功夫 谁知道离来京城四爷改变了主意 在这边重新买了个小宅子 离二小姐那边倒进 可就是这屋子没来得及收拾 多是前方东留下来的东西乱七八糟的 四爷又不发话 子平也不好做主添置东西 让二表小姐见笑了 周少锦的脸就热气腾腾了一下 离二小姐近一些 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临时在鱼前胡同买了一个宅子吗 她的心碰碰乱跳 半晌也没有平静下来 怀山的话说得客气 周少锦自然也就不能失了礼数 她笑道 啊 迟着就忙 这些琐事 只怕一时迟着就还是没有空闲管的 怀山和她寒暄着 是啊 好在我们老爷也不是那么讲究的人 还不讲究 周少锦想到城池吃饭用的碗 喝水用的茶中 身上用的熏香 觉得城池不是讲究 她好像是在将就似的 两个人正说着话 清风急急的就跑了进来 抹着额头的汗 匆匆的给周少锦行了一个礼 冲着怀山挡 大叔 四爷要看 上次从开封府带过来的山川土 我记得收在了那个贴着引子的封条的香笼里 得您去开了香笼才是 周少锦不带怀山开口已经笑道 你快去吧 我在这里面等着就是了 怀山歉意地望了周少锦一眼 说道 我进去的时候再催催四爷 他的心里揣着事儿 怎么能好好地和自己说话呢 周少锦笑道 你也不用急 若是四爷一时不得闲 您呢 就出来跟我说一声 我改天再过来拜访 怀山笑着应试 和清风出了宴席室 周少锦就在屋子里 随意地打凉了半傻 这个宴席室 真的是没有生气 连个茶中茶壶都没有 更不要说代客用的瓜草盆景了 若是让他来布置 最好在炕上铺上新的 大红色的锦段坐垫 用了粉彩的花鸟茶中 再在茶几上 摆上几盘十节的鲜花 这个屋子立刻就活了起来 他在心里琢磨着 不由地退到了屋子门口 想知道自己的想法 是不是最好的 门口的帘子突然一撩 有人走了进来 周少锦吓了一大跳 陪着周少锦过来的春晚 忙上前拦在了周少锦面前 喝道 是谁呀 居然乱闯内宅 对方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公子 还带着尚在总角的小丝 穿着一件宝兰底 紫色祥云团花的呼航直多 文言白晶的面孔 立刻就升起了一团红云 忙低头做医的 不知道有女客在此 唐突了 还请女客原谅 我这就退出去 说着转身就撩脸而出了 那个小丝倒是好奇的 看了周少锦一眼 然后立刻就张大了嘴巴 像是看见了什么了不得的事一样 过了一会儿 这才一溜烟的出了宴席室 春晚就当 小姐我们回去吧 四老爷这边没有女眷主持中会 来客呀 只怕也不会那么注意的 免得有人进来又冲撞了小姐 周少锦神色黯然的点了点头 迟舅舅虽然待她好 可是并没有把她放在心上 不然明明知道她来了 却是连声嘱咐也没有 就这样的傍任着客人乱走了 她的心像被捏住了似的 有点透不过气来 就像在九如下似的 城市身边服侍的人 好像也很少 他们出了门 竟然连个当职的都没有看见 周少锦只好凭着经验 往可能会被设为书房的道做走 出了垂花厅 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个路过的妇人 周少锦问清楚了 她是城池新买的仆妇 就让她去给淮山带了一个信 那个仆妇满脸的惊艳 看了她好几眼 才笑着光声应试去找淮山 周少锦连在这里等淮山的心情都没有 她样样的对春晚道 我去轿子里等 你留在这里跟淮山打声招呼好了 春晚也觉得今天鱼茬胡同太失礼了 心有怨言 听了自然是十分的赞同 说道 那小姐就先在轿子里头坐着吧 站在这里 若是又被人冲撞了 那可就不好了 周少锦点头 正要上轿 朗月抱着一个茶盘就跑了过来 二表小姐 二表小姐 您怎么走了呢 四老爷 怕您一个人坐在那里无聊 还特意让我去给你沏茶呢 你看 这是上好的大红袍 您最喜欢的 昨天十三行的人快马加鞭送过来的 四老爷还没有尝 就让我先拿出来给您用了 就算是这样 周少锦也还是不高兴 他情绪低落的道 谢谢你了 朗月 帮着我向池舅舅召声谢吧 只是我出来的久了 姐姐还等着我回去呢 小外甥也要我帮着他把手 我就不等池舅舅了 过几天 我再来拜访池舅舅吧 周少锦说得真诚 朗月自然是不好留他 送他上了轿回去禀了城池 城池正和宋老太爷 讨论着开封府那段的黄河之礼 听闻不由的一愣 少锦性子温顺 到了他这里从来都是不急着走 他忙的时候 他总能自己给自己找事做 今天他这是怎么了 难道有什么为难的事要求自己 等不到只好是另想办法了吗 可是商墨墨昨天过来的时候 什么也没有提呀 或者是有什么事 连商墨墨也不知道 他这么一想就有一些坐不住了 宋老太爷说了一些什么 他也没有听进去 嗡嗡的几句 直到意识到了屋子里 陡然之间 诡异般的 没有了意思的声响 抬头看见了 宋老太爷 诧异的眼神 他这才清觉 自己走了神 忙道 哦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宋老太爷 非常的不满道 那我们就歇歇 等你出了心中的杂念再说 自己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城池骤然之间 有些心虚 胡乱地应出了几句 真的叫了淮山进来 去了五郎下说话 宋老太爷气得直瞪眼 他是想城池心无旁骛地 和他讨论这黄河治理之事 而不是让他丢下手头的事 去管那些琐事 这是他给城池搭起来的一座桥 如果他们讨论的方案真的可行 他就会把城池 引荐给自己的儿子 让城池去公部 治理河岛 以城池的出身背景 又有真的本领 最多两年 就可以在公部 横着走了 岂不比 他一个堂堂两榜进士 出身的人 整天和那些商骨 资猪 比较受人尊重 而且治理好了河宫 也是百姓之福呀 宋老太爷狠狠地把茶中 蹲在了茶几上 对在屋子里服侍的自家小厮道 大少爷呢 我让你去和他过来帮忙 你跑哪里去了 那个小厮正是周少锦 刚才在燕西市碰到的 他神色易紧 嘴里倒着 我这就去找大少爷 心里却是不由的嘀咕 之前阁老让大少爷在家里做诗文 您老人家说 要带着大少爷出来见识一番 等大少爷出来了 您老人家却让大少爷在这里服侍笔墨 服侍笔墨也无可厚非 大老爷是孙 您是祖 那也是孝道 可大老爷的墨刚刚墨好 您老人家又嫌弃大少爷在这里爱手爱脚的 让大少爷自己到院子里逛逛去 大少爷这刚出去 又让他把大少爷给叫回来 说是不管怎么样 这里也是内宅 这随意的乱走可是不好 他急急忙忙的把大少爷叫了过来 老太爷却让大少爷在外面等着 如今大少爷在外面等着 老太爷又说 大少爷到处乱跑 老太爷可真是难伺候啊 难怪夫人看着老太爷 就唯唯诺诺的不敢多说一句话 小厮去请宋家的大少爷 也就是宋木进来 宋老太爷就把一张山川地帽图 递给了宋木的 你仔细看看 看能不能看得懂啊 宋木不敢怠慢 坐下来仔细地看起了那张图来 诚持的心情却是莫名的有些烦乱 他问淮山 真的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 那神情怎么样 像从前那样高高兴兴的 还是很焦急 这个他怎么知道呢 淮山有些傻眼 想了想到 是朗月在燕西市服侍 站在一旁的朗月 悦念地瞥了淮山一眼 想了半天才有一些 不敢肯定的道 二表小姐 好像好像不大高兴 没什么精神 从前遇到我总是笑盈盈的 这一次都没有怎么笑 倒是春晚姐姐 好像有点生气的样子 是啦 小丫头什么时候对她生过气呢 那丫鬟的情绪 只怕才是正常的吧 他问朗月 二表小姐来的时候就这样吗 还是走的时候是这样的 朗月摇了摇头 低声地道 那个 二表小姐来的时候 是 是淮山大树去赢的 淮山冷冷地看了 朗月一眼 说道 来的时候 二小姐倒挺好的 高高兴兴的 还说 让我慢慢跟您说 若您实在忙 她改日再来 后来我帮着清风 去找东西了 一个两个的都没有省心的 如果沙嬷嬷在这里就好了 承池心情烦躁的 这宅子里的人太少了 找个人给我打理那宅 最好是四寻妇人 年轻的小姑娘 总是喜欢多事 自作主张地 帮她张罗这张罗那的 淮山应事 承池却是没有继续 和宋老太爷讨论的心情了 她想三言两语 打发了宋老太爷 可是宋老太爷 在京城寂寞了这么久的时间 好不容易遇到承池这个 各方面都对胃口的忘年之交 又怎么是那么好打发的呢 不管承池说什么 她都要承池 把这里开封府 黄河段的方案拿出来 气得承池直接倒 我今天有事 没办法做这件事 改日我们在意 宋老太爷更光贵 带着就是不走 说道 那也行 我这几天没有睡好 你给个客房我歇歇 我们明天再继续讨论 皇上后天 就要再次召见成功 询问此事了 如果在这之前 就拿出了方案 那可就是几时雨了 说不定直达天厅也有可能 到时候承池也就不用像现在这样的虎落平阳不得志了 总比缠着他不能脱身的好 承池退了一步 让人给宋老太爷收拾客房 宋木修的脸都红的能滴出血来 他恭声的给承池道歉 我家祖籍荆州 那里十年久不收 祖父自幼受水患之苦 生平为怨能治水 让百姓不必流离失所 让骨肉不必离失 还请师叔不要老路 成全家族的一片赤子之心 承池不亲的 郑重的 打凉起宋老太爷的这个长孙了 本集到此结束 欢迎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